各位朋友大家好 离上一次出视频的时间也有三天了 过去这三天发生了不少值得评论的事情 比如说7月28号香港民众又大规模的走上街头进行抗争 又比如说中共突然宣布从8月1号开始禁止中国大陆老百姓到台湾进行自由行 那么现在已经很多人已经安排好了行程了 已经有很多人甚至订了机票了 也这么突然一宣布 这不就是围栏大家吗 这不是给大家造成很大的麻烦吗 这不是故意坑人吗 但是中共他们坑人也不是第一次 他们也从来不在乎老百姓对他们怎么看 那么现在突然这么宣布 目的何在呢 主要是想影响台湾的选情 因为现在台湾执政的是民进党 中共对民进党非常的不爽 那民进党执政时期 他们就不想让台湾的经济好 所以想通过用这种限制自由行的方法 来降低台湾的这个旅游业的收入 影响台湾的跟旅游业相关的那些产业的这些收入 影响台湾的这个经济 最后让老百姓来反对民进党 那这套方法会不会起到作用呢 我觉得从中共干预台湾大选的历史来看 不会起到作用 因为中共太低谷台湾人这个智商 太高谷了台湾人对于金钱的这种欲望 他们觉得只要一提到发财 台湾所有人都会两眼放出绿光 确实是有一部分台湾人 一部分无知的无耻的台湾人 他们会放一部分的绿光 但是绝大部分的台湾人绝对不会上这个当 他们知道中共的这一套把戏 所以中共过去干预台湾选举的 那是败多胜少 那可以说是败祭累累 那这一次呢 他们向旅败女士 那由他们去吧 那第二件值得评论的事情呢 就是习近平在八一之前呢 突击提拔了十个中共的军队和武警的将领 成为上将 那去年的时候 他是一个都没有提拔 今年呢 突然提拔了十个 这就说明了 习近平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危机了 意识到自己在中共军队里面的威望极低 所以想用这种办法来收买这些将领 会不会起作用呢 也不会起作用 因为从历史的今年来看 过去很多的毒塞者 几乎所有的毒塞者都用了这种办法 想来收买军队的那些将领 但是一旦到了大变革到来的时候 那些将领呢 马上就会重新的站队 做出自己的抉择 因为他们呢 不会因为你这一点小文小会 说是跟你死心塌地的为你卖命 跟你一起灭亡 不是的 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为自己前途考虑 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 他们想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 所以说最后的结局 总是这些独裁者 被那些军事将领所抛弃 比如说韩国的这个全斗范 他本人在军队里面的那是根深蒂固 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军头 所有的那些军事将领 都是他的门生部将 最后当87年 韩国老百姓起来革命的时候 那些军事将领 毫不犹豫的就抛弃了他了 那像印尼的这个独裁者 舒哈托 他也是 所有的那些将领 都是被他提拔起来的 一手提拔起来的 那么最后也把他抛弃了 那习近平 你在军队里面既没有军功 那也没有深厚的人脉 就想靠这种临时报复脚的方法 能够维持你自己的统治 这可能吗 所以说这个最后也一定是失败的 那么在这一次他提拔的人里面呢 十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就是叫李尚福 他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装备部的部长 这个人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是被美国政府制裁过的 为什么要制裁他呢 就是因为他从苏联 从俄国进口了十辆 这个苏凯三十五战机 那影响了台海两岸的这个战略平衡 美国是想让台湾的空军 保持绝对的优势 当然现在台湾空军还是有优势 只不过是苏凯战机 十架苏凯战机进入中共的这个军队体系之后 会有一部分影响 会有一点点影响 所以美国特别不乐意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可能呢 李尚福可能涉及到像北韩和像伊朗啊 输送武器 那所以说美国要制裁他 用了三个办法来制裁他 第一个呢 就是禁止李尚福和他的亲属进入美国 第二个呢 就是禁止美国的公司 尤其是金融公司 跟李尚福发生任何商业上的往来 经济上的往来 第三个就是要冻结 李尚福在美国的财产 那这三个措施一出来 把中共权贵吓坏了 因为啊 大家很多人都在美国 有财产呢 有亲属啊 如果是不能进美国了 财产被冻结了 那今后怎么办呢 怎么活呢 这是他们的退路啊 所以说很多人很着急 那制裁李尚福以后 中共的这个国务院啊 这个外交部 这发言人就出来撒锅了 出来批评美国了 以前从来没见他们这么着急过 但是呢 美国制裁了李尚福 现在啊 习近平反而要提拔李尚福 这个对着干的这个意味啊 特别的明显 很有意思 那今天我想讲的重点的内容啊 就是澳洲的一个电视节目 叫做澳洲六十分钟 他们在七月二十八号 推出了一个新的节目 这期节目里面呢 释放出来一些重要的信号 一些重要的内容 值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关注 那这期节目里面讲了 说澳洲的最大的一个赌业公司 叫做黄冠公司 他们的主要的业务就是 经营赌场和酒店 那澳洲警方呢 是一直怀疑这家公司啊 在洗黑钱 帮谁洗黑钱呢 帮中共的权贵洗黑钱 那么赌场洗黑钱呢 这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因为赌场每天呢 都有大量的赌客带着现金啊 这个现金的吞吐量是非常大的 这个现金一进一出啊 这个是很难被警方监控的 在赌场上面啊 除非是你禁止赌这个赌场 做任何生意 否则的话 你没有办法对所有的人来进行登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所有的赌场 他都可以啊 经营这个啊 洗黑钱的生意 基本上警察根本是查不出来的 但是澳洲警方呢 一直还是在想查 那么有一次呢 他们就搜查了一个私人的飞机 这个私人的飞机是属于这个赌场的 那这个飞机上面呢 他们就查出来有六个人 中国的这个富豪 那其中有一个人呢 叫做齐明 齐明这个人呢 来头不简单 他是中国的太子党 他爹啊 叫做齐瑞欣 当年曾经是中国黄金集团的总经理 那中国的这个黄金生产 主要是由武警来控制的 所以齐心这个人呢 齐瑞欣这个人 他又是这个中国武警的 中共武警的这个政委 所以这个是在中共体制内级别 相当高的啊 一个高干 所以齐明呢 他本人呢 就是一个太子党 但是呢 他不是普通的太子党哦 他是非常重要的太子党 我们大家说到齐瑞欣 可能不知道是谁 但是呢 说到齐心 那很多人就知道了 齐心呢 是习近平的母亲 那而齐心跟齐瑞欣呢 他们是姐弟关系 那也就是说明 这个齐明呢 他和习近平 他们是表兄弟的关系 齐明是习近平的表弟 所以这个人呢 背景非常的硬 那是太子党中的太子党 那他怎么跑到澳洲去了呢 他是96年就移民澳洲了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故事 就是89年之后啊 这个习家的大家长 习仲勋 当时对中共的这个前景不看好 就召集所有的族人 一起开家庭会议 就告诉大家 现在能出国的 就要尽量的出国 最后只留下习近平 一个人在中共啊 里面当官 因为他觉得习近平这个人呢 比较老实 没什么文化 比较笨 所有的人呢 都不会啊 看好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不会对任何人形成威胁的情况下 反而容易在中共体制内生存 那么其他的人呢 比较精明的就赶紧出国 那齐民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90年代中期出国的 出国的时候啊 他还是比较穷的一个人 那现在的这个材料显示啊 他在96年的时候买了一幢房子 才是几十来万块钱 那么在2003年卖出去的时候 才18万 这就是他当时这个经济状况 这就说明了习仲勋这个在世的时候 习近平还没有发达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他们整个习氏家族还算是比较清廉的 还没有大量的贪污腐化 但是呢 到了2003年以后 他们就开始啊 飞黄腾达了 那个时候习近平在国内的这个官场里面的地位啊 也是步步高升啊 已经是当到省委书记这一级了 那么中国的经济 那个时候啊 也因为加入世贸啊 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权贵阶层 那个时候啊 真是闷声发大财 明到了后来就非常的有钱 不仅有很多的房地产 而且呢 出手非常的豪酷 他的生意伙伴说 在上海 他一个晚上能花掉几万澳币 也就是几十万人民币 一澳币等于是 大约是等于五块钱人民币 在赌场上面 那就更可以为啊 是一致万金 他成为了这个皇冠赌场的 这个VIP的客户 VVIP的客户就是超级贵客 那豪酷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从2012年到2013年这18个月期间 那他的下的赌注的总数是3900万澳币 相当于两亿人民币 到了2015年呢 这个数字还涨了 一年时间就下注的是4100万澳币 非常非常惊人 因为大家对太子党呢 这个一致万金 九痴肉林 花天九地 纸醉金迷 大家都不陌生 我就不再多做渲染了 我今天想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件事就是 这个事情本来是发生在2015年16年 为什么现在澳洲的这个电视台才公开 加以公开披露 他们的情报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是从澳洲政府来的 因为这是政府查的案子嘛 那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把这些情况释放给这些新闻机构呢 这里面是不是值得大家来探讨一番呢 我就就这个问题去请教了一个美国的智库 他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专家 这位智库告诉我 他说这是美国的川普政府 在利用这件事情在敲打习近平 那这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 澳洲和美国都是同属于一个组织 叫做五眼联盟 那五眼联盟的包括五个国家 那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和美国 这五个国家都是说英语的国家 而且都是这个实行民主法治的国家 民主宪政的国家 所以他们在价值观上面 在政治利益上面 在军事的这个同盟上面 都是站在一个阵营的 而且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他们这五个国家呀 他们在情报上面是共享的 澳洲有的情报 美国都有 美国的情报 澳洲都有 而且在情报领域方面 他们是共同出手的 也可以说在政治 重大的政治和这个军事方面的问题方面呢 他们都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是五眼联盟 那么澳洲出手 实际上就等于是美国出手 美国想出手的时候 可以让澳洲啊 去帮他出手 那澳洲想出手的时候 也可以让美国来帮他出手 所以过去的这几年啊 这个五眼联盟啊 因为他们在对中共的这个政策上面 稍微有一点点步调不一致 川普走在最前面 那么紧跟着川普 跟着最紧的就是澳洲了 所以这次由澳洲来出手 一点都不奇怪 那川普这个时候啊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敲打习近平呢 大家都知道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啊 川普啊 贸易战刚刚开始的时候 川普一直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习近平是个好人 因为那个时候 他对习近平还有相当程度的期待 他是希望通过贸易战的手法 让习近平能够有机会 能够改变中共 能够改变他们的这个对内压迫 对外渗透扩张的这种政策 逐渐的改变中国的这个经济和政治的这个结构 但是呢 后来啊 他发现习近平是个阳奉阴违的人 是两面三刀的人 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所以对习近平越来越失望 到了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川普就说过了 我们可能已经不再是朋友了 他和习近平已经不再是朋友了 那后来到了今年四月份 他就非常愤怒的啊 当习近平的撕毁他们过去 所谈好的那些条约的那些部分的时候 他就非常愤怒的 直接的给中共啊进行加税了 那到了七月份啊 川普又说你习近平现在啊 又违背了承诺 你本来是说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结果呢 回去了之后 那G20峰会开完了之后 你这个可以向中共党内啊 交差之后啊 你又不干了 所以说川普现在对习近平是愤怒到了极点 失望到了极点 但是这个时候啊 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 就要给他一个最后的机会 所以这次啊就要敲打他一下 如果是习近平啊 再继续这么玩下去的话 那么他就要下重手 下狠手了 那么这次敲打呢 就是通过点名习近平的这个表弟习赢 在澳洲的这些所作所为 来告诉习近平你们家族的利益 现在啊已经受到了重大的威胁 打击习近平可以用宏观的方法 也可以用微观的方法 宏观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打击中共 那习近平是中共的党魁 他自然打击了中共也就是打击到了习近平 什么方法呢 就是贸易战的方法呀 就是对中共实行贸易制裁呀 就是增加关税呀 就是对中共实行这个高科技产品的禁运呢 这一类的方法就是打击中共的这个整体 然后来打击习近平 还有一个呢 是微观的打击方法 定点的精准打击的方法 就是直接打击习近平的家族 习近平的家族呢 他们的这个大部分人都是移民到了澳洲 他们的财富藏地财富的地点也主要是在澳洲 所以这个任务呢 就交由澳洲政府来执行了 习近平的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 还有弟弟习远平 他们都是澳洲公民 所以这些人 他们在澳洲的财富 现在已经是在美国的掌控之中 是在五眼联盟的掌控之中 他们逃得出去嘛 川普就是要告诉习近平 给他释放这么一个重要的信号 如果是再往前走一步 那么我就给你好看了 你整个家族的利益就会曝光于天下 那么你整个家族的利益曝光于天下之后 你就不能够保证了 不仅仅是利益不能保证 而且呢 还要给你在党内的那些反对派 那些被你整肃的那些贪官污吏 要给他们一个借口 让他们来联合起来来反对你 因为你过去打着反贪的旗号 你把打倒了那么多的人 迫害了那么多的人 你狗咬狗那么厉害 那现在让大家掌握准确的你的资料 你的材料 让大家知道你是贪官中的贪官 你是这个腐败分子中的最腐败的那一个人 这个时候看看你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这次川普通过这个澳洲政府释放给澳洲的这个媒体 然后由澳洲媒体释放出来这样一个信号 当然习近平懂不懂呢 一定是懂的 那面对川普的这个敲打 习近平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从中共的这个权力格局来看 中共体制内的那些派系 那些大家族并没有给习近平留下任何缓和的空间 他们要把习近平逼到绝境 让他一直和川普这么对抗下去 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 就从习近平的个人的性格来看 他就是个洪运兵出身的这种二嫩子 小时候打群架打惯的 比较好勇斗狠的这种人 他最后啊 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打下去 当然结局是肯定的 那就是和世界潮流对抗 和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对抗 一定会被打得头破血流 最后啊可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这是他最后的结局 那美国政府正在为这场大战 做多方面的准备 过去的很多的政策 他们都调整了 比如说在过去啊 美国政府是不会直接的支持那些 以反抗中共 推翻中共为目标的政治团体的 那现在这个政策改了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呢 几位主要的成员 比如说像这个元祥居士 像建民 像这个西哈诺乌廷 他们都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特殊的保护 比如说西哈诺 他是我们全民共振的发起人之一 那他在国内的时候 主要是从事秘密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联络啊 组织啊 这方面的工作 没有留下 不可能留下太多的证据 而且走的时候也很匆忙 所以说他在美国来了之后 申请政治庇护 基本上是没有证据的 但是呢 因为他是全民共振的 这个平台的发起人之一 他又做了 在美国做了这么多的活动 所以说很快美国政府就给他了政治庇护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多方面的对我们的支持 美国愿意帮助我们 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殊之处 而是因为美国的政策风向变了 他们愿意帮助所有愿意反抗中共暴政的个人和团体 因为美国政府他们意识到了 中共不出世界不灵 中共的暴政倒台之后 那么所有全世界的那些专制政权 那些独裁者 那些恐怖主义分子 都会很快飞灰烟灭 世界就会进入一个民主宪政的新的历史阶段 专制制度就会从人类历史上彻底的绝迹 那么历史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为此奋斗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同意我观点的朋友请点赞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订阅 谢谢大家再见